嗨 大家好 我是沙鹿沙鹿 那今天呢 我來也不算教學 算是來介紹空頭這個東西 當然啦 相信 現在也不太需要教學了 大家都是老手了 是不是 所以我這個也只是信手取向 或者是你比較不敢搶空頭的 可以透過這個影片讓你多認識空頭是什麼東西 包含裡面的槍種 還有你要怎樣才能夠 確切的知道空頭的位置在哪裡 那這部影片的誕生 是因為兩個月前的一場直播 那場直播有一把 我說吃雞 我就多做一個教學 所以現在就誕生出來了 雖然很不想上字幕 不過我應該還是會上字幕的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正題 空頭的介紹 無限法則的空頭大概一場會丟個四五次 那有時候會丟兩顆 所以是很特別的一個設定 那你也不用特別去記說 哪時候會丟空頭 因為你只要聽到這個聲音 你就知道空頭大概在你附近了 那通常呢聽到這個聲音 在開始轉頭尋找都來得及啦 因為這個聲音還蠻長的 所以你只要會基本聽聲變位 你一定知道空頭在哪個方向的 那看到空頭後要怎麼掌握它確切的位置呢 這邊就是一個小技巧教學 就像影片這樣子 你只要對著空頭按Q 只要它距離你是一公里以內 那它就會投射在地圖上 確切的標出它的降落點在哪裡 這個還蠻方便的 如果你想要搶空頭 你就可以知道它大概在哪裡降落 如果你不想搶空頭你也可以知道 那個地方最好不要靠近 因為可能會有一場激烈的戰鬥 比較特別的是 無限的法則的空頭是圓形的 它會隨著地形滾動到地挖的地方 所以像影片這樣子 三顆空頭迎接著我 其實也沒什麼好驚訝 因為它們都從附近的高山 滾到了這個最低地的地方 所以當你在標記點的時候 你要去想一下 你標的那個點 空頭會往哪裡滾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最後就來跟大家講哪些空頭槍吧 目前有四把 分別是AUG突擊步槍 雷明盾700狙擊槍 M200狙擊槍 還有VKS消音狙擊槍 首先是AUG 不用多說步槍之王 通常看到的時候一定會把它拿下來 非常推薦的一把槍 它後座力低 很容易掌握 然後射速又快 傷害也不俗 絕對是一把很好的空頭槍 接下來是雷明盾700還有VKS 至於這兩把槍呢 我對於它們的看法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新手教學下集 那邊有最詳細的狙擊槍分析 優點缺點都告訴你了 最後呢 一定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這一把最新的空頭槍 M200狙擊槍 它使用的是特殊口徑的子彈 是.408號口徑 通常空頭會給20發 相當珍貴啊 那這把槍的定位我認為是狙擊槍之王 它可以取代之前雷明盾700的強度 它有滿格的威力 還有滿格的射程 加上空頭通常會給你配個八倍鏡 那我兩三把使用下來的心得是 完美的槍 非常好的一把槍 大家一定要去試試看 除此之外呢 空頭槍裡面還有像是 八倍鏡啊 四倍鏡 大型醫療包 三機頭 等特殊裝備 那麼以上呢 就是我的空頭基本的介紹啦 三分鐘帶你認識空頭 打開遊戲的另一個世界 我是沙魯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